木板大通铺上面摆放的是好几个住户的杂物 原本住在高斯部落的居民 巴巴水灾之后被安置在这里 两年多就在这样的地方吃喝水都在一起 几乎没有饮食可言 不方便的除了没有自己的睡眠空间 洗澡上厕所都是共用 虽然一个小家庭还能分配到一个小房间居住 但是两坪不到的小房间里 光是衣服 电视 电锅就已经占据大部分的空间 我喜欢有自己的房子 比较有安全感 吃得舒服 很冷 冬天了 有没有就是说不方便 每一家有每一家的饮食 有啊 可是都已经习惯了啦 民国99年9月高氏部落通过了集体千春案 第一期和第二期永久屋 选择在旧高氏部落新建 第一期在100年4月动工 在100年的9月完工 但是到目前为止却还无法交屋 只因为水利处还没通过检定 记者阿瑞克舍 屏东牡丹 采访报道